洗臉第一步驟,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皮膚型是甚麼 然後再用一個適合的臉皮膚型洗臉 洗臉後,肯定要做些調整,然後再做些保濕 我覺得男士保濕是非常之重要 好像夏天的時候,你會用一些比較軟的霜霜,會比較好 或者我自己會用一些洗臉 但是冬天的時候,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較豐富的保濕的霜霜 其實我覺得男士,假如很擔心我的治療位置,很容易出油 我會建議他們洗臉時,洗臉乾淨一點 其實為甚麼會出油呢,就是因為很髒,裡面有很多死皮 我會建議很多磨砂 其實很多男士都很關心他們的眉毛 假如真的要自己修眉的話,我會建議某個修眉態度 就看下面的雜毛,千萬不要修眉上眉毛 假如不懂得做的話,就會把整個形狀壞掉 現在很多男士都很貪靈 我覺得這些是非常OK的東西 男仔化妝肯定要化得很自然 其實最基本的步驟就是遮瑕 我覺得最好是用一些比較涼化的遮瑕膏 會比較好一點,但你塗出來就會自然一點 千萬不要用在重的那些粉底 如果不懂得塗的話,快要塗到很明顯 我自己的保養提示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我經常都會塗防晒 我覺得防晒是非常之重要 它可以抗老,同時也有保濕的產品 是否還要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